中共社科院最近在北京发表中国政治发展报告 2013年蓝皮书 蓝皮书承认中共实施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 在法理依据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而实际上在中国体制内外废除劳教的呼声一直不断 而目前面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即将开审的敏感时机 那么中共当局再次高调批评劳教制度 分析认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最担心劳教制度被废除 因为这将会暴露他迫害法轮功的丑恶罪行 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 8月5号联合发布了首部政治发展蓝皮书 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 蓝皮书承认实行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 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 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 事实上呼吁废除劳教制度已经谈乱很长 早在今年1月7号刚刚上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宣布 将在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3月17号中共两会闭幕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声称 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将在年内出台 来自民间的要求废除劳教的呼声更是不断 对中共提出的改革劳教制度的各种方案 大陆民众认为恶法再改革 也还是恶法 海内外关注的上访妈妈唐慧一案 有律师指出劳教制度沦为打击上访民众的工具 现在民众维权意识提高应及早废除 今年4月中国烂字视觉杂志推出一篇 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 揭露了发生在马三家劳教所的非人迫害 随后5月1号 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在全球网路上 供应了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 这些人有深渊的上访人员 还有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这12名女人讲述了自己被买三家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 酷刑包括小号、称形、十字调、悬空挂、老虎凳、被用子宫扩张器插进嘴里 强行灌食数月、死人床束缚、被往阴道里灌辣椒面等数百种酷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就此举办圆桌会议 讨论中共劳教制度的黑暗 以及美国如何帮助促使劳教制度尽快废除 面对如此高的呼声 中共当局目前并没有实质性的作为 不过诡异的是7月16号 有大陆媒体证实了各地劳教所悄悄进行转型现象 江苏省早在2月就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借读缴织业务培训 湖南、吉林等地出现同样转型现象 用中共处理劳教这批人呢 他想办法用其他的像监狱啊、办班啊 另外的形式来举丘他们 目前薄熙来一案即将开审 中共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 又在一直僵持不下的废除劳教问题上高调发声 李天相认为这是直戳江泽民的心病 废止劳教制度或者停止劳教制度 我觉客观上起到这个作用 就是对江泽民来说 他最害怕的当然是劳教问题 随着劳教问题的解决 那么关在劳教这个里面的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这些人这个被放了 或者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这个结论 这样的话对他来说都是非同小可的 就是直接会追击他的罪责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最害怕的 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 发动了这场已经延续了14年的 对信仰真善忍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 而大陆各地劳教所 也成为中共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腥之地 7月9日发动了